昨天5月10日是缉毒英雄蔡晓东39岁的生日 两天前她的妻子和女儿带着早早准备好的生日蛋糕 来到她牺牲的边境线上 为蔡晓东过了一次特殊的生日 2021年12月4号 蔡晓东在边境一线抓捕毒贩过程当中 与持枪歹徒殊死搏斗身负重伤 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我们在视频当中可以看到 蔡晓东生前最后一次执法的画面 警察不要跑 不要跑 蔡晓东生前从事缉毒工作13年 采与侦办毒品案件247起 参加缉毒专项行动358次 抓获犯罪嫌疑人249人 缴获毒品1600多公斤 工作中蔡晓东是一个从不失职的警察 但生活中他却是一个常常失约的父亲 在女儿的记忆当中 蔡晓东从没有在家过过一次生日 每一年家人都盼着蔡晓东回来 但即便准备好了饭菜 蔡晓东总是因为各种临时的任务失约 其实她的女儿就曾经不解的问过 说爸爸你是特别讨厌过生日吗 这个时候蔡晓东其实纵有千言万语 却只能做着最无力的解释 她说爸爸做梦都想跟你们一起过生日 但是真的回不去 今年妻子和女儿准备了生日蛋糕 鲜花和饭菜 在蔡晓东牺牲的边境线上 为她过生日 这次蔡晓东再没有机会失约了 在蛋糕店里 女儿还特意嘱咐做蛋糕的师傅说 要写上这样几个字 愿天下无毒 她希望所有人都不再受毒品的侵害 也不会再有人像她一样 承受这种和爸爸分别的痛苦 蛋糕上有一位身着蓝色警服 英姿飒爽的警察 背后立着的石头上写着 初心使命四个字 这个场景正是取自 蔡晓东生前的一张照片 曾经女儿过生日的时候 蔡晓东把女儿的 把着女儿的手去切着蛋糕 然后到了今天 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女儿在给爸爸切蛋糕 女儿说爸爸我来切蛋糕 这也是我第一次给您切蛋糕 不管是作为儿女 还是作为父母 这个生日真是让人看到破防泪目 那一刻蛋糕上的天下无毒 不仅是孩子内心充满痛楚 带着遗憾的愿望 更是每一个为之流泪的人 发自内心的期许 我们知道基督警察 从事的是最危险的职业 面对的是最穷凶极恶的毒枭 他们赢着枪口义无反顾 他们负重前行 只为天下无毒 毒品一日不绝 战斗一刻不止 致敬忠于职守的蔡晓东 致敬英勇无畏的 基督禁毒警察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